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a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相会 今天来跟各位聊一个 跟车也算是有一点点关联的事情吧 我们来跟各位聊聊 我这辈子第一次上报纸的有趣的故事 好,坦白讲上报纸这个事情 本身是跟车子是没什么关联 不过我确实是因为 跟车子有关的事情上了报纸 而且我们相信 各位如果今天你被媒体采访 不管是报纸啦,还是电视啦,还是网媒啦 你的采访看出来之后 你一定会想听各种办法 去跟大家炫耀一下,跟大家臭屁一下嘛 毕竟如果你不是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 被上报纸,被媒体采访的话呢 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光中要主 光要门美的事 没错,当年幼小智能心灵的我呢 也是怀着这种想法 所以呢,我还嘿嘿嘿 到处去宣传,也不是到处宣传啊 不经意的给他宣传了一下 感觉到非常的虚荣 好,那为什么会受到报纸的 采访呢,这个主要是 因为以前年轻的我 玩模型车,玩得非常的大 玩得非常的凶 书都没有好好念啊 花了一堆钱,整天被家里面念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有道是巨沙成塔 这个基石成山啊 这个话说啊 这个报纸的专栏里面 通常一般来讲都会有所谓的生活时事专栏嘛 当然了,这边先各位讲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其实网络是不怎么发达 不是说没有,是不怎么发达 那么社群软体啊,什么LINE啊 WeChat啊,Facebook啊 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还不太存在的东西啊 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于新闻的取得呢 主要还是从电视或是从报纸上面啊 那时候报纸的销量还算是很大 那么报纸的专栏里面当然就会有些的 比方说一开始是头版嘛 然后再来是可能是地方新闻 再来是影剧,影视体育 那最后可能就是生活艺文的这方面的专栏 那么在生活专栏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每个礼拜会介绍一个收藏方面啊 那当然了,收藏这个东西白白种嘛 可是你总是会有这个这个这个用完的一天嘛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次呢 他们就决定要收这个模型车 那以这个收藏模型车来做他的主题啊 免得他主题全部都用光光了 开天窗就不好了 那可是呢,他们这些媒体哪知道哪里谁有在收集模型车呢 于是他们用当时还不是非常发达的网络下去查 好啊,我说当年的网络没有很发达 但是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正因为没有很发达 所以其实架网站的人不多 也就是说你在当年啊 你只要有架网站 你都很容易被搜寻到 当年甚至到什么程度呢 当年甚至我看Google都还不是搜寻引擎的第一名啦 甚至都还不是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网站很快就被搜到 因为我当时啊 我是在台湾 极少数为了模型车去架网站的人 而且我在我网站上面呢 对我的模型车又追又吹捧啊 又怎么样子没得又炫耀的一大堆 所以很快呢 这个报纸的这个媒体朋友们呢 就找到了我的网站 发现我这个人的模型车收藏的还挺有趣的 然后呢就跟我主动跟我联络了 因为那时候有网路啊 就有email了 就坦白讲 一开始我接到email的时候 我还觉得 诶,这是真的假的 当然我们那时候 没有那种诈骗集团的那种思维啦 不会像现在我们接到这种东西 啊,一定是诈骗集团 不要理他 我们那时候就是半信半疑的 啊,媒体找到我 因为那时候的我呢 还是这个年少无知的这个 青春洋溢大学生的时代啊 诶,这个媒体真的要采访我吗 是真的吗 然后呢 我就半信半疑的 我就跟他回信说 啊,你要采访我可以啊 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约一下什么的 他说啊,没问题 于是我记得呢 那时候我们约了一个平常日的上午啊 当然我就也没有翘课啦 因为那时候我四年级啊 课比较少 那我们就约了一间咖啡店 那对方呢 是一个女孩子啊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当然那时候他年纪比我大了 那他对模型车 对汽车 三、四个字就一窍不通啊 完全都不知道 那么我就带了模型车 跟他说明一下 我们模型车的收藏 大概是怎么样 有的没的 那大概说明了一下之后呢 他就说 那可不可以来我的这个房间采访一下 我说好啊 我宿舍就在旁边嘛 那他们就进来这边拍拍照什么的没的 那在房间里面拍照呢 他们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不过呢 其实我已经有点惊讶了 为什么呢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些纸上媒体的作业 真的是大开眼界 因为他们光是一个角度的照片 可能就拍了这个几百张 当然那时候已经有数位相机 数码相机了 如果是软片相机的话 哇,那个成本一定是很高 而且他们打光什么 真的是有他们一套专门的作业 SOP啦 那当时我是完全不知道 那么他们就觉得 在室内拍一拍 效果没有说非常的好 所以他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找一个 这个比较好的地方 那我那时候呢 我就挑了一个河滨公园 因为景比较开阔 而且附近的活人也没那么多嘛 比较不会受到干扰 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的河滨公园 然后他希望说呢 我呈现一个玩车的一个模样 很轻松的在逗弄车子的模样 那当然呢 后来有看到我这个报道的人呢 都会发现说 奇怪我的表情怎么看起来 有点怪怪的 不是我的表情怪怪的 是他们为了要取一张 当做这个大标题的照片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至少拍了两千多张 而且拍了两个小时 我人已经几乎是做到硬掉了 然后那个脸都已经僵掉了 然后屁股已经麻掉了 所以呢 那天采访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真的是很佩服 这些model们 为了要拍出一张照片呢 他们要付出多大的心血 踩这种细到不行的高跟 穿的这么少的衣服 在寒风刺骨当中 这样子展现这个产品 或展现自己啊 真的是蛮厉害的啊 那一天呢 我记得这样采访搞了整整一天 后来呢又再约了一次 在咖啡店呢 帮我补充 就问了我一些文字上的一些事情 模型车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啦 什么有的没的啊 补充一下 我记得啊 我在采访结束了 最后在采访结束的时候 我有问他说 哎 那方不方便呢 你们在看出来之前呢 把这文稿给我看一下 结果被这个记者断然的拒绝了 当然他是委婉的拒绝了 他是说 不好意思啊 基于我们这个采访的这个工作 这个数 这个工作道德来讲 我们不可以 让这个被采访者审稿了 这句话呢 其实我当时觉得还蛮佩服的 后来我开始从事类似媒体方面的行业的时候 我也发现这句话真的说的没错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聊 我是怎么样体悟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呢 我就好吧 那就让他自己去采访 自己去写稿什么的 我就不干涉了 可是呢 后来我就想想 这不大对见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你被采访 当然会很期待说 这个报纸刊出来 写出来说 一定要多买几份 去跟人家臭屁啊 什么的 是这样讲没错了 而且呢 我也认同他说 这个身为一个采访者呢 必须要有这个采访的 这个SOP的专业 所以不能被这个 被采访者严重的干扰了 所以他出稿之前呢 他是不会跟我对稿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大问题了 等等 那要是到时他出稿的时候 这个引书烟说 张冠礼贷 逢金马良 怎么办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指着Toyota说 这是一台美国车 这是一个欧洲车 哇 这个传出去呢 大家都会觉得是我讲错了 而不是记者写错了 也就是说 他如果犯了一些无心之错的话 那我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 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从期待来变成有点恐惧啊 然后好不容易左等右等 我记得他是8月的时候来采访我的 那真的看出来的时候 多到10月啊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安全的存量啊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每个礼拜都去买一份 那个报纸来看 哎呀 到底我的上报了没 到底我的出现了没 都一直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啊 直到我记得啊 他在 我是礼拜四看出来 他在礼拜三的时候 忽然打电话给我问说 哎 徐同学啊 这个你的东西呢 在明天会看出来 在某某版 那你记得要买来看哦 拜拜 我都还来不及问他 真的吗 什么有什么有的 好 隔天一大早呢 我就 我记得我那天晚上 当然觉也没有睡好 我就赶快呢 一早醒来 赶快早上6点 跑去我那宿舍附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呢 赶快去买了一份报纸来看 我记得那时候 他是跟我讲 好像是生活的第八版 我当然就是赶快买了一份之后 冲出来后面 开始翻第八版 没有啊 为什么呢 奇怪了 我的出刊被抽掉了吗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 会不会是他讲的版次啊 因为我们报纸会分地区嘛 你北部地区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可能你的版次会有点落差 果然我翻到后面 果然我再挽个几版 出来了 然后呢 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 手是发抖的 一方面是兴奋 二方面是有点畏惧 他会不会给我不小心 写错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开始阅读 呲噼噼噠噪呗 好像那 好在没有写错 一些什么东西 我没有被 这个这个被人家会 误会的一些东西出现 那当然了 既然 这个顺利的看出来之后 从这安全上来 对上一步是 嘿嘿 我要怎么样不经意的 告诉我身边的人 嘿嘿 赶快去买这报纸呢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其实还蛮心机的 我那宿舍附近 有几间便利商店 那我故意挑 比较远的便利商店 因为我多买了好几份 以后来馈赠亲朋好友 以后当传家宝来用的 那我在学校附近的 最近的这几间 这几间全家便利商店 这几家其他的便利商店 我故意都不买 因为呢 我留给我同学去买 然后呢 故意再把这份报纸带去学校 嘿嘿 不经意在上课的时候 炫耀一下 你看你看 有没有看到我 然后大家看到 哇真的假的 哇怎么有的没的 然后大家开始一窝蜂去抢 后来还有好几个跟我讲 哎呀附近的便利商店没有 我说没关系 我这边有 我帮你们买好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那个时候其实网路 虽然不是很发达 但是我们在一般通讯 我们大学生一般在通讯中BBS 那我身边有几个学弟 很热心帮我去BBS 那边宣传 一时之间 大概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很少听到 我们这种学生 大学生 透过一些 不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上了新闻媒体版面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顿时间我就成为 戏上的风云人物了 当然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读的专业 跟这个总区 就是跟我们大学总部 是分开了 我们在分校区 如果当时在总区的话 应该会更红吧 没有了 这个自我幻想 那么有了那一次的 采访经验之后 这个算是人生解锁了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也很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被采访的 这边感觉怎么样 有个没的 汤不当当什么的 至今都让我津津乐道 那现在的这个报纸 还悬挂在我家的客厅上面 有一个表框起来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更开心的是 我老爸老妈 他们大概买了两百份 我看到回家 成蝶的报纸 他每次逢人就像 你看你看 这是我儿子 你们很帅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 很有趣的回忆 不过说来也蛮好玩的 我上报纸 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为止 也只有这么一次而已 之后呢 我有受过一些比较小的杂志的访问 甚至也有一些 这个传媒科系相关的 他们的毕业的成果的这个刊物里面呢 也有我的专访 当然都是采访模型车为主 因为我当时呢 我并没有什么钱 没有什么几个崩子 在玩这些一比一的真车 那被采访了几次之后 我也大概了解说 其实采访一个东西呢 它所需要的准备动作是很多的 而且呢 采访的文字 跟我们所讲的是有相当的落差 那我也趁机去学习一下 怎么样成为一个 称职的采访者 那从我一个被采访的角度呢 去学习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后来呢 我也慢慢的学会 怎么去采访别人 在汽车这边呢 偶尔会会做一些 这个采访的一些动作啦 这些都是从我当年 这个玩模型车呢 得到这个采访所意外的一些收获 甚至呢 到后来呢 虽然没有报纸 上面出风头的缘分啦 不过呢 后来我有接受到 这个新闻的采访的邀请啊 哇 上新闻啊 而且这一次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 这一次呢 是这个 也是采访模型车 但是呢 有了上一次报纸的经验呢 所以这次新闻电视台来采访呢 我就显得格外的小心了 一开始呢 我先把它稍微推迟一下说 我人不在北部 我人在老家这边 那么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呢 我介绍一个北部的车友给你们采访 那我就把这事情告诉我车友 我车友超开心的 太好了 感谢你让这个机会给我 他殊不知我后面不怀好意 不是不怀好意啦 其实呢 我也跟他讲 我说 第一个我人不在北部 所以他们要下来南部的机会是不大 第二个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间电视台 他们采访的SOP是什么 他们怎么样剪接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那你既然比较近 那你先去 那这个你先打一下头阵 他也说好了 讲白的是什么 我想要透过他来当实验品 看看说这间电视台会不会这个 剪接起来的效果会不会不跟我们想象中差太多 那么我记得这个电视台啊 这个他们的剪接效率超级快的 我记得他们在下午三点开始采访 采访到五点结束 然后当天晚间七点的新闻就播出来了 这当然是不怀新闻的后半段 这种比较休闲的那种话题的时候就播出来 然后呢 我就全程遥控 跟我的车友保持电话联系 确定一下他们采访的过程怎么样 然后呢 确定他们播出的画面是怎么样 看看 嗯 还不错 那么之后我就跟这个电视台讲 这个你们这样子弄得不错 也不是这样讲 就跟他们讲说 我现在回到北部了 那你们有没有兴趣采访啊 那他们也是问说 可是我们像模型车收场已经采访过 你有什么东西呢 那我就换了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的模型车外景了 那关于模型车外景这个东西呢 我简单讲就是 把模型车呢 带出去户外上面拍照 把它拍得跟真车一样 这也是一个技巧 那我呢 有另外一集音频节目中 在讲这个模型车拍照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这一集出来听 怎么样把一台模型车拍得栩栩如生 那那一次呢 我就跟这个电视台呢 再约了一回 那到了一个河滨公园呢 去把模型车拍得跟真车一样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怎么拍 怎么有的没的 那并且呢 当时我有投稿到一些海外的一些 模型车杂志 有入选我的外景照 那也给他们的 当作报道的题材了 果不其然呢 他们也是 我记得也是下午4点多 结束了这个采访 当天下午7点的新闻呢 就把我的报道给放进去 我记得这一次呢 也很夸张啊 我爸妈呢 虽然不像这个之前 报纸可以买大概两三百份啊 这一次呢 他们大概叫了两三百人啊 一起守在电视前面 开始看我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画面出来 我记得那时候很夸张啊 一大群输出波波 围在电视前面 开始挡 有没有爆 有没有爆 爆了爆了 大家赶快看 大家赶快看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网路也不算是非常的发达 网路已经比起更早之前 是发达了一些了 但是呢 大家还是主要是看电视来获取新知啊 所以大家看到我出现那一幕呢 都非常的开心啊 很多接到很多这个祝贺的电话 什么都没的啊 也是相当一段有趣的回忆 好 以上呢 就是我跟大家聊聊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 接受了这个报纸的采访 还有这个电视新闻采访 一些有趣的回忆了 当然呢 我在之后 我也阴错阳差的 跑到电视上面 去聊汽车啊 变成类似像名嘴的这样子一段生涯 那究竟上电视弹车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没错 我们下回 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聊聊 这方面的心得咯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er 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